女子聚会私密画面被外泄 竟与酒吧内部人员有关 自己会起诉 总和媒体5月1号报道 广西南宁的张女士反映 她在南宁一酒吧喝酒的时候 遭遇了该酒吧内部人士侵犯隐私 张女士告诉记者 4月20号凌晨 她与朋友在南宁市东葛路回升酒吧的二楼卡座聚会 由于当天她穿的比较厚 玩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有些热 就脱掉了外套 只穿了一件小背心 没过多久 她和朋友突然收到微信消息 部分信息还流露出了现场的一些情况 这让张女士和朋友感到十分诧异 张女士称 内容大概是姐姐今晚穿低胸哦 类似这种很挑衅的话语 张女士想到帮忙定位的一个微信好友 她是这家酒吧的内部人员 在警方的协调下 她随后来到了现场 承认了把这个视频给其他人看 张女士要求对方登报道歉 并将当晚的监控视频删除 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4月28号下午 张女士联系到了 她和对方的一个共同的朋友 这位朋友称 当事人已经表示过歉意 并且将当晚的消费免单 但无法接受登报道歉 张女士朋友表示 这个事情钱解决不了 起诉就起诉 曝光就曝光 有律师分析表示 未经允许通过拍摄公开私密活动 或私密部位等行为 是法律明确禁止的 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2条的相关规定 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对其进行处罚